哈囉大家好 我是艾琳 今天要來分享的是我近期買的淘寶還有台拍 GU啊什麼的服飾 還有一些飾品跟配件 那在開始之前呢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的身高是162公分 現在體重大概是49到50公斤在浮動 然後我是標準的蘋果型身材 飽受小腹困擾的人 那因為今天數量有點多 所以我就想說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首先呢是我身上這一套運動的套裝 是Melo的小米的自創品牌 這一套其實我看很久了 直播好像有邀請到夢露 然後就是夢露穿很好看 它還有另一個霧粉色 然後我是先買了黑色 我覺得這一套根本就是懶人串單 你出去穿它就是非常的方便 你也不用想要怎麼搭配 它是做比較短板的 褲子也是做有彈性的鬆緊 那衣服短板的部分呢 它是抽繩式的 如果你想要穿起來看起來比較寬寬的 比較有休閒感的話 那個抽繩是可以直接不用綁的 那如果你想要嫌你的腰細啊 看起來比較有腰深一點的話 你可以把它綁一個蝴蝶截 但這個抽繩有一個小缺點就是 我穿了幾次之後到後來那個抽繩啊 就變得一長一短 好像很多有抽繩的衣服都會有這種問題 但我就不知道怎麼把它用回原本的長度 我自己習慣是把褲子拉到肚臍那邊 這樣穿起來比較有中高腰的感覺 看起來腿比較長 然後也可以遮小腹 它這個運動套裝啊 後面也是有帽子的 但這個帽子我自己是當它是裝飾 我平常不會去戴它 也是可以戴的 可是我覺得它戴了 有一點戴了好像沒有很好看 就是這個帽子還是當裝飾用比較好 整體這一件的版型呢 我是覺得非常好看的 這一件做下來的時候 褲子也不會露屁股蛋啊之類的 它的長度是剛剛好的 我這一件穿的是S超 因為它是褲子做鬆緊的設計 所以是非常的舒適的 就也不會勒肚子啊 接下來這個襯衫呢也是Melo的 那它是杏白格紋的襯衫 那這件的材質是雪紡布料 所以它是非常的涼爽 而且雪紡布料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不容易皺 我覺得這點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是一個很懶得燙的人 我自己平常有在一直重複穿的襯衫 就大概就是這種雪紡布料 因為你出去旅行的時候放在行李箱 它就不太容易皺就很方便 再來呢這一件襯衫它有非常多種穿法 你可以把它當成防曬外套 你也可以就是很正式的把扣子整個扣好 或者是你可以把下面的扣子多開一兩個 然後打結就會有一種比較隨性的感覺 總之這件就是非常多穿 整體版型上材質上 我都覺得是非常不錯的一件 再來的話就是這一件褲子 是Tiffany出的品牌叫Where to eat 它是燕麥色的西裝褲 這件西裝褲我的size也是拿S 因為它後面這邊是有彈性的 然後前面這邊沒有後面有 所以它是會讓你很舒服 會讓你的腹部是有很有空間的 因為林粉底它自己本身也是蘋果型 就是肚子比較大 就是跟我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我覺得穿這一件是真的非常舒服的 再來呢這一件如果你是離型的話也是可以穿 因為它這一件穿了之後你腿看起來就是超直 非常的直 它會修飾你的那邊骨盆那邊下來會很直 雖然我不是離型身材 我本身是有O型腿 所以我穿起來也是會讓得視覺變得很直 這件我自己是非常喜歡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因為Tiffany她本身是很怕熱 所以她所有的衣服 夏天的衣服都做得非常的薄 這一件的質量非常的薄 所以就算你穿膚色的無痕內褲 它有可能還是會透 就是某一些角度某一些光 或者是你的屁股比較往外翹的時候 它會露出一點點你的內褲的痕跡 這也是我比較在意的一點 我那時候就想說我要留嗎還是我要退 可是後來發現在陽光下走動的時候是還好的 所以我就把它留下來了 那因為它的布料薄所以這也算是一個優點 穿它出去真的完全就不會熱 就是很涼 所以這件整體來說 如果你怕透的話你就不要買 那如果你怕熱 你又是離型身材 或是蘋果型的話 這件真的可以入 我覺得這件不管是戴T恤 戴丹寧戴 像這種襯衫 真的都非常的好看 非常百搭的一件褲子 而且這個顏色很百搭 接下來這一件衣服呢是在淘寶的螃蟹巷買的 他們家的衣服都很便宜很平價 但有時候下身的版型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是有時候會去他們那一街逛逛 然後就是買一些便宜的衣服 像這一件的話是一件大概是250塊台幣 就算是蠻平價的 首先呢這一件的布料非常的薄 也是非常的涼快 算是還蠻舒服的綿質 但是因為它布料比較薄的關係 所以它其實是還蠻容易皺的 我覺得 但其實遠看又還好 我自己是沒有到很介意皺這一點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沒有很在燙衣服的人 然後這一件它是有出兩個顏色 像我這一件是粉色跟字母是 Simple是白色的狀色 那它還有白色跟黑色的顏色 然後黑色是跟白色字母狀色 然後白色是跟黑色字母狀色 那就看大家想要什麼 這樣衣服 我覺得這件就是一件便宜的T恤 但是又舒服 然後又很百搭 這一件衣服搭寬褲搭牛仔褲 T恤就是一個很百搭的東西 搭什麼都好看 而且我自己本身平常日常的時候 最喜歡的搭配就是T恤配牛仔褲 或者是T恤配短褲 T恤配寬褲 就是非常方便又舒服 它下身褲子的部分也是在淘寶買 但是是找淘寶的韓國代購 那這一件的價格是189人民幣 大概是802台幣 這一件褲子你剛開始收到的時候 它褲管不是捲的 所以它褲長會非常的長 自己是把它折成兩折 就是一個比較剛好的長度 它這一件我一看到它就覺得它非常的歐美 它口袋那邊的設計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是有一種淺色跟藍色拼接的感覺 再來它褲子部分是做兩個扣子的 然後是做比較中高腰的 我比較喜歡中高腰的褲子 因為這樣子可以比較嫌你的腹小 而且如果你要穿短板的話就也不會露到你的肚臍啊 或者是你肚子那邊最胖的地方 但這一件的話 就是它必須要燙 我今天沒有燙 因為今天衣服太多的時候我就沒有燙 那如果這件要把它穿起來比較好看的話 最好還是燙過比較好 不然有一點點容易皺 這件我穿的size是M 我覺得以一個蘋果型身材來講的話 M的話是非常的剛好 你吃飽 我現在是吃很飽的狀態 吃飽也不會覺得它累累的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這件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 再來呢是我上這一件 夢露跟MariQ聯名的聯名字母T-shirt 它還有出綠色跟奶茶色 我覺得那兩個顏色都非常好看 但是我挑的是白色 那這一件上面的標語是寫 Stay Weird Stay Different 它是用秀的 所以你用手去摸它的時候 可以感覺到它的字是凸起來的 它是秀在衣服的左邊腋下的下面 是比較一個隱蔽的地方 你要手在那邊擺動啊 或者是有人刻意去看的時候 才會看得到 不然的話一般人是比較不會注意 那再來的話這一件的版型 它是比較寬鬆的 它男生應該也是可以穿的 然後它的材質也是綿的 也是很舒服的綿 它也是偏非常的薄 所以你裡面 白色的話 裡面最好還是穿膚色的內衣 或者是淺色的內衣 半的話 它這一件是一定會透的 它袖子袖口這邊是做蠻大 就有點狼狼的 所以如果你介意 你手抬起來 裡面就會被看到的話 裡面可以加個小可愛啊 或者是BRA Tops 然後也是跟前進一樣的問題 因為它非常的薄 所以它是比較容易皺 還蠻容易皺的 它這邊袖子是有做捲邊 折起來的 那因為洗過之後 它又軟軟的 所以它有點容易跑掉 然後就會看起來有點 朗朗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它 袖口那邊看起來比較硬挺的話 你可以先把它燙過 它就會恢復回來 它衣服的側面是有做開叉的 這件的話我身高一六二是可以把它沾穿 然後裡面再加一個牛仔褲 就會有一種下身失蹤的感覺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整個 紮到衣服裡 或者是直接把它綁起來 也都是非常好看的 再來 褲子的部分是Mobo的 我那時候去晴米那邊試穿Mobo 可能是那邊的鏡子實在是照起來太好看了 所以就是你穿什麼都覺得很好看 然後就很想買 那這件褲子的話是做比較中高腰的 我選的是藍色 我記得它還有杏色奶茶色的 也都是非常的好看 我是選比較可愛的藍色 因為我想說比較少這種顏色的褲子 它褲頭這邊的設計呢 是做三個扣子的 所以上廁所的時候是真的有比較麻煩 就是你要扣它 或者是穿透的時候會比較久一點 再來這件褲子的版型 它是做A字的 所以對離型女孩是非常的修飾的 像我蘋果型的話穿起來是OK 不過我覺得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它太膨了 所以會顯得 感覺我好像屁股有點大 不然就是看起來整個下半身很膨 啊加上我肚子又是大的 所以側面我覺得是會看起來蠻膨的 我就覺得 蘋果型可能比較不是那麼的友好 但是如果你是離型女孩的話 這件就是非常的推薦 我這件褲子穿的是S號 它還是有一點點彈性的 所以我覺得它也不會非常的雷 吃飽飯也不會覺得不舒服 所以還是有一點空間 它褲子後面是這種鬆緊彈性的 跟剛剛那一件西裝褲一樣 所以這件我拿S是非常OK的 也不會很緊也不會很繃 然後我都是吃飽都還有一點點空間 我覺得非常的舒服 無料的話是比較偏牛仔布的 它也不會很厚或是很悶 夏天穿是還蠻舒服 又很清新的一個顏色 再來下一件T恤呢 是我上上這一件 白色也是螃蟹象的 然後這一件的價格是大概190塊台幣 它有很多顏色 這件我買到收到之後 真的覺得它的版權真的超好的 它前面的衣服這邊是做大圓領 然後它的圓領又不會很低 然後也不會太高 就是一個剛剛好的位置 所以對我們這種圓領人 就是非常的修飾又很好看 再來這一件的布料也是還蠻有彈性的 然後它這件T恤是做比較有腰身的 比較貼的 這件我拿的是S號 因為它做的是比較有腰身 所以看起來就會非常的顯瘦 然後這件也很舒服 我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白色 你穿深色內衣一定會透 所以最好也是穿淺色或膚色的內衣才不會透 那這件的布料我覺得是比較偏真枝的 然後又帶有一點綿的感覺 它也是非常薄 非常舒服的 我這件已經決定好要再去回購其他顏色了 然後還有要再去回購一件白色 那同一家也是螃蟹 接下來我還要買另一件T恤 這一件呢就是真的完全真枝 穿起來沒有那麼舒服 把形也沒有那麼好 它的圓領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然後它的材質是 我覺得是還蠻粗的真枝 雖然穿在身上不會刺刺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CP值沒有這一件那麼高 而且這件好像比較貴耶 這件黑色的價格是79塊人民幣 是355塊台幣 然後這件才19台幣 所以當然這件獲勝 但是這件已經下價了 所以大概也買不到 再來很棒的一點是 它的白色不是那種純白色 是奶油白色 所以這件穿上去也不會讓你顯黑或顯黃 這顏色真的是太讚了 真的應該要多買幾件來頓頓 因為白色的T恤真的很容易髒掉 白T真的是每年夏天必備的一個單品 我覺得這件真的非常非常值得買 再來褲子的部分也是Mobo 同一天去秦梅那家Mobo試穿的 覺得非常的好看 我選的是奶茶色 它好像還有白色跟黑色 然後它是條紋的 有點類似像短的西裝褲 但是它又可以當成那種 比較休閒的褲子的感覺 然後它這件褲子呢也是 後面是做鬆緊的 前面沒有鬆緊是做後面的 然後我拿的是S號也是非常的舒服 不會很累 它的材質呢是比較偏薄的 所以夏天也是穿得住 前面也有兩個口袋 我今天穿好褲子好像都有兩個口袋 所以都是非常方便的口袋 真的很重要 那我覺得這件也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看起來會有一點點膨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啦 一點點膨 我那時候有試穿M M真的覺得太膨了 M也是腰吋很舒服 但S我覺得會更適合我 那整體來說這件的價格 我記得跟剛剛那件Mobo的藍色褲子一樣是699 我覺得價格還OK 質感也還不錯 但是這件就比較不適合離型的女孩了 會看起來旁邊太寬大了一點 你比較沒有那麼修飾 這個的事情我覺得還可以 或者是一般身材的女生都可以穿 接下來我身上這一件細肩帶的洋裝是GU的 我覺得這件真的非常可愛 而且穿起來就會很簡靈 看起來很年輕的感覺 那這件的話它肩帶式做可以調節式 所以如果你比較嬌小的話 也不用擔心它這個肩帶過長的問題 你可以自行把它調短一點 那這件裙子的長度呢 大概是到我膝蓋的位置 材質的部分是比較偏綿碼的 也是薄的 然後夏天穿是非常的適合 這件的話裡面可以搭 像我現在搭T恤 裡面也可以搭襯衫啊 也可以搭背心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多穿的一件 這件真的很好看 而且我覺得孕婦也可以穿 因為它前面就是很空 這件我記得它還有深咖啡色跟黑色 我記得我那時候有試穿 深咖啡色跟這個綠色 我穿綠色比較好看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戴這一件 再來裙子的部分呢 也是GU的 是均綠色的工裝短裙 我覺得這一件穿起來真的非常的好看 看起來腿很細 然後也不會特別顯富 不很大 然後它是有做四個口袋 它下面有兩個有扣子的口袋 然後上面有兩個口袋 它這件褲子呢還有其他的顏色 這件裙子的版型是偏比較微A字裙 我會覺得它沒有到超級A字 所以我不確定離行女生穿可不可以 但是我自己穿的話 整體我是覺得非常的好看 然後Size我這件是拿M 非常的舒服 再來衣服的部分 最後呢我還有買了兩件防曬外套 黑色的這件是Melo的 然後白色的這件是GU的 兩個版型不太一樣 我先穿GU的給大家看好了 GU的穿起來是長這樣 然後它這邊是feeling的 如果你把它扣子扣起來的話 大概是長這樣子 這件跟Melo那件都是短版的 GU這一系列就是有抗UV的防曬外套 所以我覺得出去騎車穿的時候 非常方便或是你出去玩 然後它也有出很多個顏色 我選白色 因為我覺得白色很百搭 然後這件我是拿M號 因為那時候在GU的時候 它S號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就想說拿M號 其實我穿M號也不會很奇怪 拿M號剛好一點就是 你騎車的時候 就是風吹來 比較不容易會飛起來 像我上次的台拍那一集 我介紹一個防曬外套 那件我非常的喜歡 可是因為它那件材質太薄 所以它一騎車 這邊就整個這樣飛起來 這樣飛這樣 所以我這邊 曬出一個色彩 這一段超黑 然後其他地方都是白的 就非常的無奈 那像這一件是 跟Melo這件比起來 是最不會飛的防曬外套 這件我真的非常的喜歡 我覺得這件價格是590還790 再來這一件是Melo的 那Melo這一件材質呢 我覺得就跟GU的不太一樣 Melo這件穿起來就是 很明顯會比GU這件穿起來 還要涼涼的感覺 這一件的布料更滑順 感覺又比較涼一點 它也是做短板的 然後側邊是有做開叉的 扣起來大概也是這樣 它也是做feeling的 那這件這個旁邊 袖子是比較鬆 所以如果你要騎車的話 它也是會飛起來 可是 跟那個襯衫的防曬外套比起來 上次介紹的那一件 是比它還要更不會飛的 這件我覺得自己也是覺得很好看 不過我覺得它旁邊開叉好像做的有點高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開叉沒有到很好看 但是我主要就是喜歡買短板的防曬外套 因為我自己本身比較不喜歡穿長板的 我覺得長板的也很好看 但不過我是一個很懶的人 加上那個上廁所的時候會比較不方便 會一直覺得 額是不是會沾到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又要捲起來 我就覺得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短板的是 對我來說是最方便的 那像這種防曬外套呢 不只是拿來防曬 像是平常吹冷氣 然後你覺得有點冷的時候穿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讚 那再來要介紹視頻配件的部分 首先呢是這一個 表姐跟MariQ聯名的 包包、帆布包 這個真的非常的冷妝 我已經背它背了兩三個禮拜了 非常的冷妝 我裡面都會塞一堆有的沒有的東西 前幾天出去玩的時候 裡面也是放了行動電源啊 錢包、手機、口紅、衛生紙、口罩啊 然後它旁邊是有做這個 小小的Respect的小包包 你也可以把它拆掉 然後裡面也可以放你這種比較 會容易丟的東西 像我是不是拿來放AirPods 這個包包有蠻多種背法 你可以用手拎著或者是 手勾在這邊啊 或者是你也可以這樣子 斜胯背 或者是 單肩這樣背 然後這個肩帶呢 繁布包的肩帶是可以調長度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調短 所以調短之後你先背起來 可能就在這邊而已 這樣子背也是可以 然後呢外面它是有做兩個夾層 裡面呢這裡有一個夾層 也是可以放比較重要的東西 或者是像我就是放一些衛生棉啊 像這種大的480ml保溫體 我可以直接斜斜的這樣子放著放進去 也是可以 我真的覺得這個超能裝的 我大概這個包背了兩三個禮拜 我覺得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這個手提的袋子啊 還有這個肩背的袋子也是一樣 它會有一點感覺起貓球的感覺 就是上面會有那種一絲一絲的線啊 什麼之類的 看得到嗎 像這樣 其實如果你平常沒有去注意它 或者是遠看的話 是看不到 但是我自己每天這樣子近看 都是覺得好像又有點會在意它 可是它這個繁布包又很能裝 然後又還蠻便宜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取色 然後這個繁布包好像只剩下黑色 我記得它之前有加開數量就是 讓大家可以預購這個顏色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那如果你有喜歡的話可以去下單 最後呢是飾品的部分 那就先從我耳朵上來開始介紹 耳朵呢這個耳環是Lion Mango的 是台灣的一個飾品的品牌平價的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是 在它好像禮拜二還禮拜四 它活動的時候 這個才99塊的時候買的 我覺得這個C非常的好看 而且就是很日常 出去玩也可以戴 就是非常的方便又好搭 我的耳朵非常的敏感 就是我平常戴很多耳環 都會有分泌物啊 或者很癢 可是我戴Lion Mango的飾品 就不會欸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厲害 而且Lion Mango它網站是有什麼 60天的保固期嗎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如果你在60天內它好像脫色 或者是受損什麼之類的 它都可以免費就是 退購物金給你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讚 那耳環的部分我還有買另一副 這一個 非常的夏天的 我現在戴一邊給大家看 就是兩種不同的感覺 如果你今天穿的很簡單 像我現在講 或者是你穿的很度假風 我覺得戴這個耳環就會非常好看 或者是你頭髮綁起來 或是綁包頭啊什麼之類的 露出這個耳環 就是非常的好看 金色 我覺得亞洲人其實戴金色很好看 就是好像總能可以把這個金色 衬得很好看 這邊是比較簡約 比較日常 然後這邊是出去玩可以戴 或是你平常跟去約會啊 或是跟朋友出去玩 都可以戴的耳環 兩個我都戴了大概三個禮拜吧 它飾品的色質啊什麼的 我覺得都還是 跟原本當初收到的時候一樣 然後也都不會過敏 來Mango的飾品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所有的耳環 好像應該是每一款耳環 它都有出夾式的 所以就算你沒有耳洞 你想要戴耳環 你也可以去逛逛LionMango的網站 我覺得他們網站所有的款式 真的都非常的好看 同樣在LionMango的網站 我還買了一個戒指 這戒指我覺得很好看 而且它是調節式的 所以就非常的方便 就算你不知道你手指頭的首尾 也可以戴 戴起來是 我覺得是非常有氣質的 這款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好看 戒指的部分 我還有在淘寶上面購買 我是在一家叫TWO啊 我今天還沒有撕掉 什麼TWO啊 這一家Jewelry買的 我買了一個字母的戒指 這個也是可調節式的 我買的字母是A 因為我的名字的開頭是A嘛 它也有很多各種字母 同樣一家我也是有買這個戒指 戒指我覺得戴起來也是非常的好看 不過我好像低估自己的首尾 其實我還有買其他戒指 但是那其他戒指都太小了 這個戒指其實也有一點點小 這戒指我的十字戴不下 所以大家最好還是量好自己的長度 在決定下單 那這一家的飾品 我記得我之前也買過項鍊 我覺得品質都非常的好 它也是屬於評價 但是也不會太貴 就是幾百塊台幣的戒指 那相比淘寶有很多很評價幾十塊的飾品 我覺得他們家真的是 品質算是還蠻好的 然後戴起來也很好看 我自己淘寶現在最喜歡的飾品店 大概就是這一家 然後台灣的評價飾品 最喜歡的就是萊恩Mango 那這些就是我近期買了一些淘寶 還有台拍的一些服飾跟飾品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要幫我按讚跟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媽媽拍一拍就跑過來